伙伴,快看呀,弹崽岛的天气变黑了,伙伴,伙伴,天黑请别玩弹崽,天黑请别玩弹崽 No 伙伴,伙伴,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快看呀,这是弹崽岛的白天,白天非常的明亮 伙伴,很多弹崽都在岛上玩耍呀 伙伴们,你们白天在弹崽岛上玩耍没关系呀 Yes 伙伴们,晚上千万别在弹崽岛玩,天黑请别在弹崽岛玩耍 伙伴们,伙伴们,我来告诉你们原因呀 我不让大家玩是有原因的 众所周知,我们的弹崽岛分为白天和晚上呀 白天的弹崽岛非常的明亮 伙伴,伙伴,这是白天的弹崽岛呀 快看,弹灯打开了,伙伴,伙伴,路灯打开的时候是弹崽岛的晚上呀 弹崽派对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伙伴,伙伴,千万不要在晚上玩弹崽呀 千万别在晚上玩弹崽呀 为什么 伙伴,伙伴,原因我来告诉大家啊 有很多小伙蛋告诉我说,夜晚的弹崽岛也很好玩 没有什么危险 伙伴,错,大错特错 伙伴,伙伴,快看呀 那个灰太狼竟然还在蹦蹦跳跳的在弹崽岛上玩耍 什么 夜晚的弹崽岛上竟然出现了非常恐怖的怪物 伙伴,伙伴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伙伴,快看呀 这是弹崽的晚上 我的前面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红色轿子 伙伴们,我跑到他的面前 我发现拉轿子是两个飞食恐怖的弹崽在拉车啊 伙伴们,伙伴们 你们看他没有眼睛,好像是没有生命 可是他们竟然还会移动 所以我才说大家晚上千万别玩弹崽 因为晚上的弹崽岛会出现恐怖怪物